记者黄文于台南报道,冬至美食除了汤圆外,还有Q弹有劲的菜果,永康成功里正村也留下台湾的传统古早味,每年冬至前社区里的妈妈都会到服务处一起做养生汤圆和菜果,作为过节美食及拜拜的重要的贡品,许多民众早早就下订单,制作过程繁复,辛苦,但妈妈们都希望能将这份古早味传承下去。 成功里里长的妻子欧燕玲说,冬至这天大家都会以汤圆和菜果拜拜,虽然各地不一定都用菜果,菜果馅料也有些不同,有些人包豆皮或是萝卜丝,但成功里的菜果是二十多年前住在眷村的台湾阿伯教大家做的,也算是眷村保留下来难得的台湾味。 菜果的制作方式复杂,为了保留传统,菜果的外皮都以纯糯米而非糯米粉做制,先将糯米浸泡后制成米浆,打成糯米团,再将高丽菜,香菇,咸菜,灯炒熟,包入糯米皮中,再铺上花生糖粉,放到蒸笼里以大火蒸煮。 欧燕林说,若是以机器做工很快,但是为了传承古早味,很多社区的妈妈也一起来帮忙,大家都说再辛苦都值得。